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这一位 麦哥9527 你开麦 麦哥9527 hello hello 麦哥你好 来 安安几岁哪里人 28岁河南人 28岁河南的网友 好 来 麦哥你想问那个 李教授 李教授什么问题呢 最近看到大家在聊阿富汗问题 然后有人说 阿富汗目前这个事情 标志着美国霸权的衰落 我想问一下嘉宾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好 来 Peter 好的 河南的朋友 你们河南这次受水灾 我们都很关注 而且老百姓对水灾中互相帮助 给我们非常感动 好 这个 是不是美国的国力是不是下降 美国国力是相对下降 相对下降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强劲的崛起 我经常在别的节目也提到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这种实力的关系 是远远超过苏联在冷战时候的最高峰时候的实力关系 苏联在冷战时候最好的时候 它的经济实力基本上没有超过美国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经济上苏联没法跟美国的比 现在中国大陆是美国经济的75% 而且预测超越美国的总量又要提前了两年 就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中国大陆的经济没有停下来 还继续往前走 另外现在就说在冷战时期 美苏不存在所谓的科技方面的平衡发展的问题 因为苏联的科技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现在的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出现到井喷的现状 对吧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太空中心已经起来了 对吧 中国大陆第一次发射卫星探索器到火星上 就已经成功降落了 苏联五次都失败 对吧 除了在科技上 包括现在有些最新的一些科技的产品 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 就是说科技上 中国大陆也是赶超美国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整个经济层面上 跟很多绝大多数美国的朋友和美国的盟国 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 以前苏联跟西方世界是老是不相往来的 所以说美国面对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说这只是说美国的势力是相对下降而已 因为中国大陆起来了 嗯 好 那个麦格你还要 你还要补问吗 听这个嘉宾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中国三位起来了 然后会显得美国的这个利益增长的没有那么明显 嗯 那我听起来意思就是美国还是在上升的 只不过没有中国上升的多嘛 所以就显得它好像有些弱 但是事实上它还在上升 可是我听到的很多政论节目是认为 就是阿富汗这个事情标志着美国的衰落 所以你认为是衰落了吗 还是说看上去好像有一些衰落 其实并没有 嗯 我觉得还是衰落了 还是一个问题 就相对是衰落了 因为现在这样子 包括台湾地区很多人会说 哎呀美国还是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 你看它的军费开支 每年是7000多亿美金呢 你中国大陆才2500多亿美金呢 但是是这样子的 美国它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在管全世界的军事安全 战略安全的问题 所以它的7000多亿美金要 就像撒胡椒面一样的 要撒到全世界 嗯 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 我这2000多亿美金 对吧 就台面上2000多亿美金 我全都集中在台海地区 就在中国周边地区 所以你看是谁的那个力量强大 所以台湾地区有些年轻人 哎呀美国会来帮我们呢 美国会 如果说那个老公打过了 美国那么强大的 我跟你讲 美国它的军力 像刚才说的 在胡椒面撒到全世界了 所以说 当然你要这样说 美国是不是那个上升的空间 还有很大 我可以说美国上升空间 还有 当然你要说从经济层面上 上升空间 还算是比较少了 因为它已经到顶牢 对吧 美国它人口才3000 3亿多 你中国大陆14亿人口 对吧 而且美国基本上 整个美国 基本上比较平均了 那中国大陆 还有很大一块地方 它的经济还要赶上去 对吧 所以说只是这个 是落了 是相对落了 对吧 好 麦哥你还有问题吗 那最后一个老 就是说 如果我们评价一个 国家的综合国力 我们认定是 经济 政治和军事 三方面的话 那嘉宾 请问您认为 这三方面 中国跟美国对比 分别是怎么样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可能赶超美国 那是指的可大 我跟你讲的是 我三十多年前 来美国留学 我跟你讲个事情 飞机飞离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从飞机上往下面看 好像飞过渤海湾 海面上什么也没有 那我最近这么十多年 我年年要回国 每次我从大陆飞回美国的时候 我都会站在同样的地方往下看 现在的渤海湾里面的 激张箱的船只 就死离中国大陆 密密麻麻 这就是实力 我们当时到美国时候 每天都会有文化冲击 我们一下飞机 哎呀 美国这么强大 在飞机降落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高速公路 像一张网一样的造在美国 我在那是1987年 我有个大学教授 美国教授 有一天晚上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 这是1987年 我不知道迈克你出生了没有 肯定比较年轻 我跟他这个老师说 我说中国要赶上美国要200年 我那时候非常的悲观 他怎么要这么长时间 我说你看吧 美国你现在高度网 密布全国 物质非常的丰富 对不对 我说中国大陆 当时的高速公路只有一条 就北京到天津的 对吧 就说整个实力上来 出现了一个 就是从经济上 逼近美国 还有空间 但你说的军事上 对吧 其实军事上是这样子 美国人有一个误会 他觉得中国大陆 这个强劲的崛起 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肯定会走美国的老路 那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怎么变成超级大国的 从13个州 然后买下路易斯安娜这大块土地 又把墨西哥的土地拿走了 又把印第安人的土地拿走 甚至冲到了太平洋 拿走了 拿走了 拿走俄国的阿拉斯加 当然是买的了 拿走了沙维尔 再到了菲律宾跟西班牙打一仗 那我们都知道 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 在造岛 把国界线都划到 人家菲律宾的海岸上 划到越南的海岸上 中国大陆非常压坝 我跟你说 我在莱氏大学跟一些同学交流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知道 这九段线 这以前的十一段线 在南海是谁画的吗 他们同学不知道 他们以为就是共产党中国画的 我说错了 这九段线 就是以前的十一段线 是你们美国的盟国画的 1947画在中国地图上 那这个盟国是谁呢 就是中华民国 你们当时杜鲁门总统 为什么不提出来 让中国政府说 嘿 你不能这样画线的 当时美国是默认的 为什么默认 因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国 甚至中国到南海去收回 几座南海的岛屿 包括在台湾现在控制的 太平岛 对吧 都是中国海军去 而这中国海军的船 是谁给的呢 是美国政府给的船 对不对 现在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 造岛礁 对吧 没有跨出它的传统国境线 当然美国应该设想到 对吧 国民党中国画的国界线 国民党中国可能不可能永远是 一个朝代继续在全中国掌权 下一个可能是你不喜欢的政府 对吧 你不能因为说你不喜欢的政府 你就否定人家这个主产 对不对 所以说从军事上来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见得可能会要 像美国要发展到这么大的军备 如果说现在大陆上是国民党执政的话 它也不可能让台湾独立的 如果说让台湾独立 中国政府就会垮台 对吧 这个中国的历史就这样来的 只要两件事出现 政府就会垮台 就出现合法性的危机 一个就是中国内乱 一个是那个失去领土 满清政府为什么垮台 为什么说那个改良运动 就康有为啊 梁启超他们的改良运动 在中国行不通 臭名远洋 就是因为满清政府失去了台湾 所以本来大家都说 我们中国也可以学德国 学日本的搞这个君主立宪 对吧 这个我们的国本不要变 但是你失去台湾 马上这一套理论就不行了 孙中山的革命的理论 就为大家这个接受了 所以台湾地区的人 一定要给 尤其是执政当局 一定要告诉台湾的老百姓 如果说台湾要出现问题 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所以从军事方面来说 中国大陆没有不见得 会有美国这种 全世界布局的这样的东西 对吧 但是他的军事力量 肯定是要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安全 也就是说传统的国境线 这个所谓的九段线 是中国的传统国境线 它会不会跨出这九段线 就是十一段线 这是个重要指标 我个人分析 中国没有这样一个计划 对吧 当然中国到了 比如说现在在非洲 东非有反对海盗的海军的布防 这是国际上共同认同的 这不等于说中国占领了一个外国的领土 另外科技问题 美中的科技竞争是肯定会继续打下去的 这个某种程度上是 美国也逼着中国大陆是这样做的 当然没有美国逼 中国大陆也会这样做 对吧 因为你科技不领先 你的军事就不可能会提升上去 你的国力也不可能上去 所以说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三十年 尤其在最近十年 这个科技的紧喷的效果 如果中国最起研究 然后我以为应该说 他到底用很多衝突 我仍然不肯定会 我跟中国的大陆认识计划 这一体很划算 他说中国的存在 当然很多人在进国的西方 別的國家 當然有些地方 它有高估別的國家 所以我說科技上的競爭 會繼續下去 但是能不能說 中國的科技會超越美國 這個很難說 因為美國的確也是一個 創新能力非常強的國家 所以總體實力 我會認為 美中兩個超級大國 會並假期待很長一段時間 好 我稍微來補充一下 剛剛Peter你講的一點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就算國民黨今天統治中國 或整個中國大陸 它也不會讓台灣去獨立 那我說就算民進黨 今天統治整個中國大陸 它也不會讓台灣去獨立 基本上哪一個政黨 在那個位置上 他都會做跟今天老共一樣的決定 這個就是事實 好 我給你加一個例子 1941年的時候 這個達賴喇嘛那邊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來 他當然是從印度走的 這個到美國來做一些活動 沒有經過中國的中央政府 蔣介石馬上就給美國政府發過一個電報提出抗議 就明確地告訴羅斯福總統 基障地方是中國的 那個峽下的一個地方 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他沒有外交的權限 對 所以誰都一樣 誰都一樣 好 誰都是一樣的 對 什麼政黨都一樣 好 那就謝謝這個麥哥 麥哥9527 謝謝謝謝你的call in 謝謝謝謝麥哥 謝謝 好那個Peter 我知道您時間有限 您時間也差不多到了 那個今天非常非常謝謝您的這個call in 那那個Peter我幫您宣傳一下 您在這個波士頓論壇嗎 都有固定開節目 休斯頓論壇 休斯頓 I'm sorry 在休斯頓論壇 在休斯頓論壇都有固定開節目嗎 你的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有固定時間嗎 我們休斯頓論壇是禮拜六的 美國時間禮拜六的晚上九點半 那那個就歡迎朋友們可以來參加 美國時間晚上 每個禮拜六的晚上九點半 都是您的節目嗎 所以我跟我們另外兩位 這個一起做了個節目 好好好 OKOK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個Peter 李堅強副教授的這個節目 那再次謝謝Peter您今天來上 上我的這個節目來連麥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 也很高興認識你 很榮幸了 很榮幸 那希望你以後有機會來 能多來上我的節目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感謝感謝 謝謝 我也我很榮幸 好 謝謝你 謝謝你Peter 謝謝 感謝感謝感謝 好 拜拜 拜拜